影片开始前,记得打开字幕哦! Pixel Opera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游戏开发工作室 该团队成立于2014年 是索尼的内部工作室 不过呢,批设的作品少得可怜 他们的第一款游戏是 Antwin 是一款音乐类游戏 评价不是很高 一直到2019年他们发售了一部疗愈作品 《壁中精灵》 这才让人眼前一亮 而《壁中精灵》就是这一支影片要聊的作品啦! 在结束了Antwin的开发工作后 团队正在思索着新的游戏开发方向 由于开发团队人缘不多 所以这让每个人有机会分享自己对下一款游戏的想法 于是乎,一个叫做Aspin的艺术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他说 我脑袋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绘画画的小男孩遭到霸凌 而孤独的他就在墙壁上画了一些巨大的人物 就像在陪伴和保护小男孩一样 这种绘画家霸凌的想法很快就受到开发团队的欢迎 但是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要素 如何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好游戏呢? 一番脑力激荡后 大家就想到了一个小男孩透过画笔和毕中精灵一边躲避霸凌者 一边拯救小镇的故事 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毕中精灵 此外,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Aspin 他的名字Aspin也成为了男主角的名字 在人物的设计上 开发团队采用了关键帧动画来进行设计 虽然精致度不如动作捕捉来得好 在追求高品质的态度下 团队一笔一画把人物画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物都有满满的手绘感 而关卡设计到玩法甚至和精灵的互动 开发团队借鉴了大量的游戏 比如 脚壶大冒险 涂鸦小资 ICO 最后的守护者等 让我们在U1时不仅可以探索场景、绘画 还可以和精灵们互动 如果玩家是用VR来玩 拿笔绘画使用的就会是动态控制器 我本人没有VR 所有的操作都是用手柄完成的 比较无法接受的是 移动画笔的角度是无法靠右摇杆来操作的 而是要移动整个手柄 所以在操作起来就没那么得心应手 算是游戏设计上的一个小缺点吧 《避重精灵》是一款走心的疗愈作品 所以开发团队特别在小镇和主角的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游戏里的艾西不是闯入异境拯救小镇的过客 而是真真切切在小镇生活过 体会过小镇温暖的人 这种设计建立起主角拯救小镇的动机 更具人情 有了主角曾经的回忆作为对比 也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想要去探索小镇为什么会变成如此模样 除了主角外 为了让每一个角色更立体 开发团队更是做了调查 为游戏里的霸凌者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故事 来探讨他们为何变成一个讨厌的人 变成一个霸凌者 而不再只是一个只会欺负主角的工具人 男主角艾西年龄不详 虽然官方并没有明说 但我猜应该是介于12至16岁 如往常一样 而这也是我们透过艾西的手 学习如何操作画笔 为他画册上的精灵涂上颜色 然而呢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胖虎小夫这一类人 这就来了五人小混混 艾西打算稀释宁人 不理他们等他们闹过了就会离开 可是艾西还是tool样 他们没有放过艾西 还把他重视的画册给撕毁 一张张的画纸随风飘散 最后艾西还被他们赶进了缆车 强制被载送到丹斯卡的灯塔 艾西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只能默默把遭遇到的事藏在心中 才刚离开缆车 他发现到他的画纸也被吹到这里来 正当他想要拾取时 画纸突然飞了起来 直接告诉艾西这一点也不自然 于是他跟着画纸 一路来到了灯塔 小心翼翼地推开大门 现在的灯塔已经无人居住 这对艾西来说有点可怕 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只想拿回画纸 当他终于拿到画纸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纸张开始散发光芒 从画纸里飞出了一个蓝色精灵 露娜 好了不要怀疑 这个精灵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种偏可爱的样子 虽然样子有点猙獰 但是和艾西互动时的俏皮和呆猛 还是有带出来反差的可爱感 此时的艾西当然是吓傻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认出墙壁上的精灵就是自己画的 艾西就淡定了不少 露娜随后用魔法修复艾西的画册 还把她的画笔改造成一支比手臂还要长的魔法笔 在露娜的指导下 我们得以掌握使用画笔 画出了许多图案 这也是游戏里设计的最棒的地方 喜欢美术的玩家而言 游戏可以说是让他们大展身手 画出加重的地方 对于像我这种美术勉强及格的玩家来说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画工 在系统的辅助下 我们还是可以画出各种图案 比如篝火 草地 银河 星星等等 每个图案都是完美且动态的 那画错了怎么办 无所谓 玩家也可以随意擦掉错误重新作画 也就是这样的设计让玩家产生了无论我们怎么画 我们都是艺术家的优越感 怎么样 我是不是画得很棒呢 在后来的剧情中 玩家还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画质 接手到更多的图案 完成了我们的第一幅大作后 露娜使用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的背包上施加了火魔法精灵 让我们可以在墙上创造出火精灵 游戏中存在三色精灵 红色代表火焰 黄色代表雷电 蓝色代表风 我们都会得到它们 而且要依靠这些不同颜色的精灵来解决谜题 和普通作画一样 我们也可以设计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灵 高矮胖兽都有 还可以为它们画上触手啊 脚啊 等等 如同最后的守护者那样 我们可以和Trico互动 而在壁中精灵中 我们也可以和精灵们互动 为它们作画 打篮球 看电视来增进感情 Luna一边指引我们前去塔顶 一边要求我们点亮灯塔的所有灯泡 此时我们也明白到精灵只能游走于墙壁中 倘若墙壁表面有着黑暗的线条 精灵是过不去的 必须依靠我们的画笔驱逐这些黑暗 精灵才能通过 上到塔顶 艾西望向丹斯卡小镇 她看得很清楚 小镇已经被黑暗笼罩 她也明白到Luna想要她做的事 拯救小镇 那么为了Luna也因为丹斯卡是她童年回忆里最美好的地方 她踏出了拯救小镇的第一步 事实上 丹斯卡的过去并非是现在的模样 从艾西的回忆里 我们可以看到丹斯卡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镇 居民不仅从事捕鱼 小镇还设有沙丁鱼罐头加工厂 当时的小镇还有许多人居住 还有一只常住在小镇充当吉祥物的海狮 问题来啦 小镇为什么会变成一座无人居住的鬼镇呢? 我们一路上收集到的报纸为我们拼凑了真相 当时的丹斯卡小镇不仅以渔业为主 同时还有一个橡胶工厂 为了要减化公司的运营 提升效率 橡胶工厂开始通过游船来接受原油 对于橡胶工厂的现代化 很多人乐见其成 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 对原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而感到担忧 有一天意外发生了 宰着原油的油船触礁 导致大量的原油流入了海里 不要忘了 丹斯卡的主要经济体是渔业 海洋受到污染自然打击了渔夫们的收入 海洋污染的问题持续了很久 虽然有些居民想办法解决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受污染的地方出现了 类似黑色藤蔓的物体 缠住了机器 贸然触碰藤蔓反而会被刺伤 当时就有一位科学家提出 这些黑色藤蔓是人们负面想法的具象化 但大多数的人们认为他在说虎话 就没有理会他 后来在没有收入 又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小镇居民倍感绝望 干脆移居到其他地方寻找出路 本来繁荣的小镇 最终沦落到无人居住的阴森鬼镇 丹斯卡小镇规模不大 艾西要尽可能点亮丹斯卡的灯泡唤醒光明 接着再驱逐黑暗 很快的在艾西的努力下 小镇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点亮了 当然啦 这一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片头出现的无人小混混 充当了游戏的反派 艾西时不时还要和他们斗志斗勇 如果被逮到了会怎么样呢 就会被扔进垃圾桶 比较重要的是 艾西和这些小混混争执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些人难以启齿的过去 有人家庭破碎 有人离家出走 有的人家长犯了罪 坐了牢 这些都深深烙印在霸凌者的记忆里 艾西也无法完全地憎恨他们 当艾西来到最后一个地点 只剩最后一步 小镇就会恢复原状 眼看小镇就要恢复昔日的原貌时 五人小混混又出来搅局 主角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五个人呢 不仅被打趴倒地 他所画的画都被弄脏 毕重的精灵失去了生命 魔法画笔还被夺走 硬生生被折断 然而 任谁都没有想到 接下来会是这么发展 杀朋友 杀朋友 警察 王 因艾希愤怒而诞生的精灵 是充满破坏里的 不仅三两下打趴了小混混 抓走他们 危机时刻 Luna突然出现 消耗大量的魔力 把我们传送到灯塔 失去画笔的艾希懵了 对小镇的未来不知该如何示好 还好关键时刻依然有Luna Luna思索了片刻 决定用尽自己身上的力量 把那折断的画笔恢复原状 消耗掉所有法力的她也注定消失 但她不会后悔 因为她知道艾希绝对会拯救小镇 Luna的牺牲打击了艾希 不过艾希很快就振作起来 她不想辜负Luna 所以必须尽快返回小镇化解危机 自从愤怒精灵诞生后 灯塔以及整个小镇已经笼罩在黑暗之下 黑化的精灵已经不需要依附在墙壁 就可以凭空出现来攻击艾希 此时游戏机制一转 从原先的慢动作绘画游戏 瞬间变成了战斗游戏 轻轻一挥 艾希的画笔会洒出火焰 闪电和空气波 一举消灭掉黑暗精灵 也能透过画笔来实现高速移动 回到小镇 艾希收获了第一个人类同伴 小娃 她是五人小混混中 唯一没有欺负过艾希的人 小娃更像是为了保护自己 才和那些人为伍的 不过眼看自己的朋友都被困在画中 她恳求艾希解救他们 艾希也答应了 于是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小娃会在一旁拿着手电筒 来闪下那些精灵 为艾希争取时间换回精灵的神志 接下来的流程中 只要我们救回一个小混混 他们都会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抱歉 加入艾希的队伍 一起解放精灵 他们的行动一直被愤怒精灵观察着 当大家都松懈的时候 她朝艾希扑去 在和大家的缠斗下 她最后还是夺走了艾希的三四精灵 然而话比还是有魔力的 还能战斗 来到最后 艾希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 在她的身旁有新加入的队友 他们一起搭小船来到当年游船的搁浅地点 并帮助艾希抵达愤怒精灵的巢穴 在战斗中 其他队友充当幼儿 吸引其他黑暗小精灵的注意 艾希则专心对付愤怒精灵 在不断切换属性来进行攻击之下 艾希最后终于打倒了愤怒精灵 唤醒了她的神志 还释放了被囚禁的三色精灵 由于三色精灵都是来自于Luna的力量 所以当他们一融合 Luna也在强光下复活了 复活后的Luna还是很虚弱 艾希必须阻挡黑暗藤蔓的进攻 等到一段时间后 恢复力量的Luna放出强大的法力 一举进化掉丹斯卡小镇的黑暗 结尾温馨感人 通过这个事件 艾希和五人小混混结下友谊 互相欣赏、尊重和玩耍 而小镇的居民还有吉祥雾海市也回来了 人们的脸上再次展现笑颜 而丹斯卡也迎来了久违的欢乐 我在接触《避重精灵》时 并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 就只是普通的玩 虽然游戏的流程不长 但是前期节奏缓慢 和后期快节奏的游戏性 达到了很好的平衡 加上可爱美丽的绘画 以及温馨的剧情 就结果而言我觉得非常的棒 非常值得一玩 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期 数码宝贝物语 网络侦探见哦 拜拜